暑假到了也掀起了电影大战 为了抢客人 现在电影院就推出了专人送餐服务 现在呢这看电影的民众不用排队点餐 坐在电影院里头 你只要举个手 就会有服务人员走到座位旁边 想吃什么帮你点 而且随即送到位置上 就是希望能够信更多消费者 来到电影院看着最新的院线片 肚子饿了 手上的餐点也吃完了 这个时候举个手 服务人员马上走到座位的旁边 想吃的帮你点好随即送到位置上 专人送餐 不管是想喝可乐 或是饿了来个可口的蛋挞 热狗堡还有爆米花 都能够满足你的肚子 而且价格不变 有人觉得专人的送餐很方便 但也有人觉得放映的过程 也可以叫餐会阻挡看电影的视线 甚至影响看戏的心情 包扁不一 另外一家电影院 也主打沙发式的座椅 超打荧幕 舒服看电影 外家专人送餐到位的服务 中西市料理都有 暑假电影党旗正热 电影院送餐大PK 大台北地区至少就有三家影城推出送餐的服务 就希望在竞争的电影热潮中拉抬业绩 中西新闻综合报道